觀眾朋友 臺灣的交換留學生 孫安佐因為威脅恐嚇說要在五月一號 在校園裡面開槍 遭到美國警方逮捕 不過今天案情急劇的升高 賓州警方查獲說孫安佐竟然擁有高達一千六百發的子彈 以及自己的改造槍枝 這一千六百發的子彈 包括了大家比較常聽到的AK-47 這種半自動 全自動的連續的這種所謂的衝擊的這個步槍 再來呢AR-15是什麼呢AR-15呢就是在一個多月前 美國佛羅里達州一樣發生這種恐怖的槍擊事件 那名槍手呢就是拿著AR-15 AR-15呢一分鐘可以連發八百發的子彈 而為什麼孫安佐會在家裡面放了這麼多發的子彈 賓州警方認為案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因此呢也把相關的證據已經要移交給美國聯邦的國土安全部 這整件事情為什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 是因為所謂的留學生到美國之後異鄉的這種孤單 甚至是遭到歧視 又或者是說青少年這種只是簡單的白目 還是說他真的是已經涉及了預謀犯罪恐怖攻擊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非常歡迎是同時擁有台灣 以及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的美國職業律師 是侯慶成侯律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侯律師 再來歡迎是對美國非常熟悉的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正聲音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好 整理大學法律系的副教授吳錦清武老師 大家好 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的教授鄧黃發 鄧老師 大家好 軍情與航空網站的主編施小偉 信聰好 各位觀眾 小偉先來看看我們這個標示 AK47跟AR15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槍子 好 AK47 其實AKM大家都知道是俄羅斯 就是那個布拉尼 就是他當時 就是參照德國的STG44這個步槍 所研發出來的一款 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一種武器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個槍本身它是有一個弧狀的一個彈夾 裝上去以後通常是三十發的一個彈夾 然後這個槍就稱為工農兵步槍 什麼叫工農兵步槍呢 就是它的結構非常簡單 而槍泡在爛嶺裡面 拿起來砰砰砰就可以打 然後再加上它又是七點六二的這個公里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它那個這次被查獲這些步槍 裡面七點六二的這個AKM用的這個步槍 但明顯比旁邊那個彈都要大 那個槍裝到這個彈那個 彈裝到這個槍裡面發射出去以後 它的制止力是非常驚人的 你看像我這麼大塊對不對 AKM步槍大概中一槍就倒地不起了 那像這個槍它本身又是一個高速的一個那個子彈 也就是說它槍子彈發射出來以後 你就算穿了防 防貸背心也沒用啦 然後被AKM這個槍打到一樣穿過去 然後一樣倒地不起 所以AK-47就是一個人就可以對付幾百個人的這種武器 的確它的這個殺傷力可以說非常強大 而且我剛剛前面講到 由於它本身是一個工農兵步槍的概念 就是那個工農兵就是工人農人 這種教育程度不高的 然後經過非常短暫時間的這個交換 大概我覺得大概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教教會它甚至大部分解 然後把這個槍裝起來 然後然後加起來加以發射跟射擊 它的威力又那麼的大 雖然說它本身這個槍本身的這個彈道 不是那麼穩定性 但它擊中人以後 我剛剛講到它是七點六二 所以它在打到人以後 它身上穿過去那個戰時穴 後面它由彈道那個所產生的那個 那個戰時穴非常大 所以就變成說 它被AKM這個系列步槍打到 你前面看到是一個小洞 後面一定是一個大洞 所以它的殺傷力跟制止力是非常強的 那AR-15呢 AR-15就是我們其實 那像M-16或M-4 這個突擊步槍 這樣一個系列的這個步槍 它本身的槍身 也就是槍機的這個部分 包括了它的這個板機組件 然後槍機 然後以及它那個槍機附近的 相當重要的這個部分 這個東西核心的這個部分 是我們稱為AR-15 它其實也就是科特公司 所生產的那個M-16 這個系列步槍中 最重要的這個中間這個部分 那當然有人會依照 他的個人需求去改裝不同的槍管 然後或者說不同的這個槍座 但是也就是說它這個槍本身 最核心的 好比說今天我們做一輛車子 這個車子引擎這個部分 那個部分它其實就AR-15 這個系列這個步槍 最核心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槍本身 它是打那個五點五六的這個子彈 那個五點五六的子彈 當然相對來說 它的制止力比較差 像我這樣這麼大顆 如果是不是命中在核心 要害部位的話 大概三到四槍才能夠把我放倒 那同樣的 他也是使用這種高速子彈 那當然這一次 我們看到這個孫安佐 這個寶貝這個小老弟 搞了一千六百枚這個子彈 我想可能在臺灣的民眾 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好可怕 為什麼 但是重點是美國其實是一個 槍枝合法化的地方 也就是說像今天也有聽到 有來賓說 他說以賓州的法律而言 就是說你十八歲以上 拿了證件去買去登記 然後你就可以合法的這個 買這個槍枝 當然賓州法律是不是這麼寬鬆 我真的也不確定 但是至少就是說 他今天有可能 他透過不管是合法的證件 或是透過其他這個方 又借用別人的人頭 得到這個合法證件 這個方式 所以他那個可以上網 甚至去買這個一大堆 這個槍械中周邊這個零件 像比如他那支葛羅克 那個手槍 就去網購零件 然後各個自己裝起來 自己裝起來的 那當然像美國來說 他以這個板機組件 也就是說今天你要控制這個槍 擊發最重要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好比說你買一個車 引擎就好比說是這個 那個槍的那個板機組件 這個東西他一定要有一個 CVN 我們在做一些釐清 不管是AK-47或是AR-15 至於也有發現一些 散彈槍的子彈 對 還有手槍的 這些都是一個人 要去對付很多人的 這樣種武器 那為什麼一個年輕人 會去擁有或是去購買 這麼多的這種殺傷力 這麼高的子彈 站在軍事迷的角度 他是否有可能 只是純粹興趣好玩 他買了子彈 但是沒有槍 又或者是說他買了子彈 去靶場自己試射 還是說他真的有一些預謀 我們目前有證據 談到這些嗎 應該這樣講 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美國是一個槍枝 合法的地方 所以槍 如果說你把它當一個 汽車來看 子彈就好比像是輪胎 或其他的這些消耗性的 這個零附件 當然你說搞個一千六百枚 就變成說你買一部車 然後買了一個房間的 這個輪胎 聽起來也是挺詭異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了解到 就是說如果他能夠 重點是他沒車 買輪胎幹嘛 他已經有車了 他已經有一把槍了 那你說後面對不對 他是不是還要去試圖 從別的管道弄到 AR15 或是AKM的這個槍聲 再回到家裡面去 那如果他弄到以後 那當然這些那個子彈 聽起來數量很大 但其實他如果拿到 把槍去打一打 三下兩下就沒了啦 對啊 其實用的是很快的 但是當然你說 他買那麼多子彈 擺在家裡面 的確從臺灣人的角度 聽起來也有點匪夷所思 然後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我想可能很多在美國的 有生活過的這個人來講 你家裡面可能也不見得 要儲存那麼多子彈嘛 你幹嘛你要去 那個殷氏路看都要打喪屍嘛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還真的是蠻詭異 我是不太能夠想得透說 他要弄那麼多子彈 擺在家裡幹什麼 因為以在美國來說 子彈其實說真的 是相對來講是蠻容易獲得的 是 像我們來看 國軍演訓的 哇 每個人每個槍旁邊 會弄一個那個 那個沙網帶幹嘛 把那個打過那個子彈 彈殼都要收集起來 對不對 在美國沒有人 在撿彈殼這種事情 所以就是說 子彈在美國來說 完全是一個很容易見到 合法見到的一個 耗材 是 不過說真的 這件事情至少分成 第一個 他向同學表達 所謂的要校園攻擊 這件事就是涉及 威脅恐嚇 這部分的這個恐嚇罪的部分 再來呢 就是說他收出來 包括說 AK-47的這種槍托 或是其他的瞄準器 以及一千六百發的子彈 以及那一把短槍 是否非法持有槍械的這個問題 在最最最嚴重的 就是你是否預謀 你已經買了這些東西 而且你有足夠的能力 你是不是下一步 就要正式去落實 你所謂的恐怖攻擊的行動 我們來看看 賓州警方 今天有最新的進度 不過侯律師 你對美國的法律 就比較熟悉 我們先來看看 剛剛我們談那三部分 究竟孫安佐 可能會觸及什麼樣的法律 二月的時候 孫安佐帶著子彈 到學校去展示 然後也跟同學播 他戴面具操作噴火器的 這個影片 其實很多人在網路上 都有看過 然後三月的時候 孫安佐跟他的同學說 五月吹你就不會來 好好啦 我會帶武器來開槍 之後說自己只是開玩笑的 三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警方收到了這些防彈背心 裝子彈的背包 還有十字弓 然後AK-47 還有AR-15的這個裝卸的支架 耳罩 還有腳手的裝置等等的 而且他是用學校的iPad 去上網去查 這些步槍的一些資訊 因此被以恐怖威脅罪 移送法辦 那賓州的法律 是說最高可以判五年徒刑 還有一萬元的美金罰款 四月二號這兩天 賓州警方又查到大批的子彈 包括說AK-47 四百二十五發 AR-15 兩百九十五發 散彈槍 兩百二十五發的子彈 還有手槍的子彈等等的 總計高達一千六百發 那因為賓州警方認為 事態很嚴重 所以已經把他交給國土 安全部來審查 如果是觸犯了美國聯邦法律的話 最重可能要判十年 那三個部分恐嚇 光如果他啥事都沒做 也沒有槍支 也沒有子彈 但光是恐嚇這一塊 會判到一年嗎 您說只是恐嚇的這一塊 如果只是恐嚇 如果只是恐嚇的話 因為照那個賓州 這個法律二七零六條 他最重可以判到五年 所以如果他 因為他這個條文 他放很寬 他不是說實際 我拿著武器去學校掃射 才構成犯罪 只要我口頭 我口頭有這個恐嚇的行為 就有可能被構成犯罪 所以以目前的情況下 賈定他雖然只是口頭的恐嚇 依照目前賓州的法律 依然有可能構成二七零六條 他最重可以判五年 至於能不能判到一年 我覺得要看這個律師的能耐了 瞭解 好 那現在他又被查獲 有這麼多的槍械子彈 恐怕更難拖起罪 是的 因為他現在這個被告 他現在答辯 主要是說他是開玩笑 可是我覺得這有兩個困難 第一個是他現在查獲了 那麼多的武器 若是他沒有打算 去做一些事情的話 他為什麼要準備 那麼樣多的武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過去這陣子在美國 發生了太多的校園槍擊事件 所以很容易讓人家聯想到 他是想要有樣學樣 這是很自然的推想 第三個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他自己說他在五月一號 要可能要帶武器去 學校做一些什麼什麼動作 那這 這是他的致命傷 這個事情 是一個對他最不利的證據 光是這一點 他就很難跳脫二七零六條的 一個處罰 但問題是如果說 他所有這一千六百發的子彈 都是在網路上合法購買 然後槍支也是合法自己改裝的 他其實並沒有非法持有 對 現在他槍支和子彈的問題不大 他問題比較大的 都是在他威脅的這一塊 就是他美國是合法 可以持有槍支和子彈的國家 所以他 而且他也年滿十八歲了 所以他在美國 是可以完全合法持有槍支和子彈 所以這一千六百發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在法律上 前提是他有去申請執照 他也是要執照的 可目前新聞上我們看不出來說 他到底是不是有一把 生理執照 不過因為在美國要生理這個執照 也是相當容易的事情 我們就假定他有吧 那是否可以構成所謂的預備犯 也就是說 你之前已經威脅了 五月一號要去開槍了 之後又被查出來 你有大量的這些子彈 還有其他有殺傷力的這些武器 儘管沒有查到AK47AR15的槍支 是否構成預備犯 沒錯 主持人說得對 假如以台灣法律的概念 這會很可能被定義成所謂的預備犯 但是我們提到了 美國這個2706條 他把這個犯罪的擴張範圍比較廣 等於是把我們一般不處罰的預備犯 包花在裡面 所以特別是他口頭做這個動作 照美國的2706條 已經符合這個法律的構成了解 所以即使是我們一般認定他 他可能只是預備依然成罪 那他的律師或他的家人 就是敵英 可不可以去宣稱說 我兒子就不錯 他才剛到美國 才半年多 不懂人生地不熟 法令文化風俗民情都搞不懂 就是輕輕地放下這樣子 可以這樣說嗎 這是一個方向 而且恐怕是他目前唯一的主要的方向 如果是他要做無罪答辯的話 但是我覺得不容易 為什麼不容易 第一個這個孫安佐他已經年滿十八歲了 在美國法律他已經被認定為成年 成年的話應該是心智健全的 第二個是過去這陣子 美國這種校園槍擊的新聞實在太多了 我想雖然我們不是在美國的人 也看到相當多這個新聞 何況前陣子美國華盛頓DC 才有一個那麼大的一個反槍支的一個世衛遊行 我想這個新聞只要在美國的人一定知道 所以他要用這個理由說他不知者無罪 我覺得不是太容易 不過雖然老師我們談了很多次的這個美國槍擊案 只是沒料到說這次竟然是臺灣人 臺灣自己的小朋友 這學生去涉案 你怎麼樣看這件事情 你看我你看校圍剛剛提到這些槍制的時候 他是很專家看了很多的資料 很多他也熟悉這些東西 那臺灣有多少人也是對槍制很有興趣的 看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到了美國發現這些我全部都可以購買 到了美國的槍秀 這些這個槍的這個賣槍制的這個秀場去 那很多地方他有些是合法有些是你不需要登記的都可以買得到槍 我自己有同學 我到美國的時候他就是剛從臺灣退伍 他一到第一件事我接著他飛機下來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說帶我去買槍 因為他覺得在臺灣從來沒有機會能夠買槍 那他就越買越複雜 就是那個精密的槍 我也跟那個跟他去射擊過 所以我大概瞭解這種愛槍的人到了美國 有點像我們說愛購物的人進了那個最棒的賣場去一樣 就是他那個看到東西很多是他從從很小的時候就夢寐以求 都可以買得到對不對 那這個是我覺得也不必然說他要幹什麼事 他不一定要幹什麼事 我這個朋友就是到現在為止還是有很多的槍 他都都就是打打獵了 或者說自己去打靶 他不會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認為這是他喜歡玩這個槍 我們就像剛剛講說 包括雖安佐也喜歡自己還拼湊槍 這有點像我們說小時候做那種模型的這種軍艦啊 像飛機一樣他很喜歡玩這個 那加上最近這幾年來這麼多的 我們講說電玩裡頭有很多的槍 所以大概很多小孩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一旦有興趣到了美國 我覺得他第一個事情一定是會想獲得 美國是可以合法購買槍支的國家 但包括台灣到美國去留學的學生嗎 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今天按照正常管道 對不對第一個大概查不出 比如你是所謂的有錢科 沒有錢科沒有問題 那就Background check 第二個如果你滿了18歲 第三個呢 假使你今天去買槍的時候 如果你是跟槍 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是非法移民或者說 Undocumented就是沒有文件證明的 那這個是有問題的 那假如你今天到了美國 很容易就取得我們講說 Driver License 美國的駕照16歲可以拿 14歲就拿所謂的Learning Permit 就是有一個大人坐在你旁邊 你就可以開始開車了 16歲考美國的男生16歲 第一件事情生日那天就是考駕照 考了駕照就有身份證了 等於那16歲以後的這個身份證 他如果有了 蘭安卓我不知道有沒有 考到駕照你等於有身份證 有身份證你要去申請買槍 就不是很難的 現在還有一個就是說 除了這些當然還有就是online 你在這個線上買槍 線上買槍 美國就查不太出來 那現在我不知道他這些子彈 跟這把槍 到底是不是就是在賓州買 如果說他今天 還有從別的地方買 那就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美國是禁止這種 跨州的這些 是不過律師 我再請教你 剛剛我們有看到說 賓州的警方已經把這個案子 也交給美國聯邦的國土安全部 第一個為什麼要交 第二個這是否就代表的 美國聯邦要介入這個案子 如果是的話會有很大的差別嗎 跟主持人報告一下 就是說美國是個聯邦國家 所以他現在觸犯的是 我們叫刑法 刑法是州法 原則上是各州各別規定 但是有一種情況 例外就是說 他這個犯罪行為 威脅到聯邦政府 第一個 第二個他這個行為跨州 這兩種情況下 聯邦政府就會介入 現在他現在可能觸犯的 一個條文是什麼 是美國美國聯邦法律的 二三三二條 然後這二三三二條 同樣也是一個恐怖威脅的一個罪 但是他有兩個前提要介 第一個 他這個恐怖威脅 有跨州 例如說孫安佐 他在賓州 然後他希望對 在華盛頓DC的白宮 或國會大廈做一些恐怖行為 這有可能夠 跨州犯罪 對 跨州第一個 第二個 他就算沒有跨州 他針對在賓州的聯邦政府機構 或者是在賓州的聯邦公務員 想要進行恐怖威脅行為 那就是 依然會構成二三三二條 這聯邦的罪 OK 這個時候會從原本 就像這邊圖表提到的 從原本州法的五年 可能一下會提高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但如果就算是現在的案情 我們推到最嚴重 就是他確實也是預備預謀犯罪的 對 這也不構成聯邦罪 這還是賓州的州法令 對 目前以新聞揭示的這些事實來看 還不至於構成聯邦罪 如果從賓州升級到聯邦 就是從五年變成十年 是的 而且法條是完全不一樣 直接是會有聯邦政府來接管這個案子 OK 吳老師我請教 這會不會就是一個 不熟悉 不了解美國法令 然後在臺灣對於軍事武器 充滿高度熱情的一個白目小朋友 到美國所做的一個錯誤 說不熟悉 只要是外國人到美國都不熟悉 因為美國至少五十個州的州的法律 都不一樣 還有聯邦的法律 甚至華盛督特區 也有他獨立的一套法律制度 所以基本上不熟悉 這個可能也沒有什麼 外國人當然那裡都一樣 但是我要先釐清就是說 有些東西是世界共同的一個 基本價值 有普世性 我想這種玩笑 即使在臺灣開 也 也 也 你講難聽的 一個美國人來臺灣念高中 然後說五月一號 我要刷的全校 對 因為我們曾經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說要燒這個美國學校 就講有錢 對 那我們臺灣是這個恐嚇公眾安全 不過因為我們兩年以下而已 我們那個很輕 我們非常的輕 所以如果在臺灣的話 大部分這類的案件 大概就是當 如果當成開玩笑 所以就是六個月以下 可以一顆發金 絕對不會去關 那假設是說在美國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也有一個 有一個應該是法院 建設的一個變更 為什麼 因為這個恐怖威脅罪 這個東西 他基本上是涉及到 言論自由的保障 因為我只有講而已 我沒有做任何動作 我不管你查到我什麼東西 我只有講而已 那我覺得 因為這個剛好是美國憲法 政修條文 第一條跟第二條的問題 第一條是言論自由的保障 第二條就是個擁槍的權利 那所以基本上在 因為如果在傳統上 他們美國的法院 普遍來講 會比較堅持言論自由的保障 要稍微高一點 可是我發現到911以後 整個情勢開始變了 就是說他對那個 那個槍的那個威脅 遠遠大於就是說 我要去保障這個言論自由 我想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 在這裡是講說開玩笑 然後就有所謂的 這個這個警察 就用恐怖威脅罪去 去逮捕他 對不對 那甚至我看到這幾年 發生一個情況 不要說講開玩笑 就是用手比 這個都會被 這個都被起訴 更麻煩的就是說 就是這個有些 因為大部分 如果是中學的槍擊案的話 我往往他大概 有些都沒有滿18歲 沒有滿18歲的情況之下 父母知不知道 那就曾經我看到 大概前年的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十四歲的 也是一樣他也是 他他他 他都會講說開玩笑 家裡又查出 跟這個情況是一模一樣 不過那個年齡整個很低 因為十四歲以下 如果是十歲以下 臺灣也一樣 沒有責任能力 那這個父母就是 以這個共犯的把他起訴 所以這裡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針對這種 這種沿路自由的保障 由一開始呢 把他放到最前面 慢慢地隨著美國人 對於槍制 剛才律師有提到 尤其是上禮拜 美國又那麼大 越障也那麼大的遊行 你想可以開這個玩笑嗎 那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臺灣恐嚇公關罪兩年以下 臺灣的預備殺人 也是兩年以下 但是看這個問題 可能要拆整兩個部分 剛才主持人 可能你沒有搞清楚 就是說恐怖威脅罪 這個是只有假 但是美國還有個 attent to murder 這個就有點類似 我們預備殺人 可是我們臺灣的預備殺人 也是兩年以下 可是美國不是啊 就是你可能到這裡啦 所以這裡的麻煩 就是說目前 因為我們任何的證據 都非常的不明確 是 不明顯 所以目前只是看到說 恐怖威脅罪 那如果交給 那個國土安全部門 去調查 會不會擴及到 我剛才講 那個attent to murder 那這就麻煩了 在法律上 比較普世的概念 就針對預備犯罪 他的要件是什麼 這個預備要件 它是一個開放 我們在學理層叫開放性的構成要件 基本上它沒有一個定格啦 因為預備就是你沒有著手嘛 是 著手才有 計位稅的問題嘛 是 殺人罪來講 但問題是說 這個有沒有著手 因為我們來學是沒有著手的 他只是 就算他 他已經開這個玩笑 而且也超出了一大堆槍 這個大概只有計畫的階段 也就是預備了階段 但是我說 臺灣的法律刑法都不中 因為我們對這個 可能在臺灣 因為恐怖攻擊畢竟在臺灣 大家沒有那個感受性 所以我們即使是預備殺人 基本上是兩年下 臺灣很少用預備殺人起訴的啦 就當成是有點就算了 或怎麼樣 可是在美國的話 因為這幾年真的 那個恐怖攻擊跟夏威夷的槍劫 太多太多 因為國情是在差太多了 就是說你不太可能說 我明天那個就是威脅 別人說我明天要去砍你 然後在你家收出一把合法購買的菜刀 然後就用預備殺人這個不可能啦 那在美國在這個case下 我再請教一下律師 有可能用預備殺人罪來去起訴 甚至判決嗎 預備殺人的話 我覺得目前這個案情來看 我覺得可能性目前還不大 因為他就像那個 蓋吾老師講 他離那個左手的階段 還蠻遙遠 還蠻還蠻遠 因為你不能因為說 他查到槍跟子彈 對對對對對 槍跟子彈還不夠 這個藍眼如果是合法的 他本來就可以合法用的這些東西 你如果這樣講的話 你現在美國到 警察到美國每個家庭區域 都操到槍跟子彈的話怎麼辦 二月的那個佛州槍擊案 那個槍手也是合法取得AR15 對 所以這中間幾乎沒有界限 但是我們刑法 我們現在叫做客觀刑法 我們要強調的是行為 因為如果你動不動去處 那個預備 那我回到二月那個佛州 如果一月的時候佛州警方找出這個 槍手 然後他之前也放話 而且在家裡查出大批 合法取得的槍藥彈械 你也無法用預備殺人 來去起訴他嗎 那這個case跟孫彈走 不是一樣嗎 有 有 我說有困難 但是我說這個 因為美國各州 哇 美國就講五十至少加一的 五十一套的環境 而且每個法院 有他自己的一個判斷基礎 然後我說這個美國 有的時候我們說 我一直強調 不管是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 我們雖然要求刑法要明確 但是那個是做不到的 不過鄧老師我們回答就是說 是為什麼一個小孩子 會有這樣的行為 那法律喔 我是覺得對現代人 是蠻重要的 但是他不是我們形式的唯一的基準 一切形式都考慮法律 那個跟畜生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強調的是比較 也不是說高道德標準 只是說在他成長歷程裡面 為什麼會是他 而不會是我們的小孩 我相信在成長歷程裡面 應該他有經歷過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等到一旦脫離了父母 我終於十八歲了 才一個多月 我可以為所欲為 在臺灣一直都在 爸爸媽媽的呵護 他要什麼就有什麼 結果一到美國之後 那種心裡我要什麼 我直接去 所以到最後他演變出這種情況 如果是我小孩 我小孩也去啊 他也不會發生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會是他 所以在成長歷程裡面 有很多的不足之處 還有 雖然看起來他十八歲啊 在我來看 他真的是幼稚的可憐 我記得 我感覺 他在八九歲 應該在小孩子很成長的歷程裡面 他很喜歡玩槍 而大部分的男生啊 我以前也玩過 但是等到我十八歲的時候 我還在陶醉到玩槍 那個叫做固著 那個是一種停滯現象 就是一個口腔期啦 鋼門期 停滯的一個現象 這個 在現代人會越來越多 不能這樣講 現在還是有很多四五十歲的 很喜歡玩槍啊 對 但是他會有節度 但是他那個 那個玩槍是一種取得安全感 因為爸爸媽媽已經不在了 所以他現在有那個槍子 他就覺得擁有了 就好像是有一些人 丈夫不愛他的 他就會 一天到晚去買很多的東西啊 等等那些 那個是取得一種安全感 還有那個 潛意識的一個需求 在犯罪心理學上 有任何學術上的研究 可以去論證說 孫安佐 現在的情形 是 是離犯罪的距離 有多遙遠嗎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學術去 就講到這個 我真的很慶幸 太還好 沒有 就剛剛您講的 不像二月 那個發生的一個 事件 他在還沒發生之前 就已經被 查獲了 我是覺得 他雖然不到達那種 左手的一個階段 法令的構成要件 但是 我在 誰敢擔保 他下一步 真的 在五月一號 他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不是上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號 我非常清楚 我剛好在佛羅里達 那時候 前一天 跟 維吉尼亞 理工大學 打 打得他們 落花流水 結果隔天就發生了 非常嚴重的佛羅里達州 不是 那個 維吉尼亞州 那個史上 美國史上 校園產案 最槍擊產案 傷亡最多的 一個韓國的 研究生 類似 蘇蘭佐 他是 這個是我的感覺 除了他內憂 剛剛講的內憂的情況之外 還有一些外患 他不會像 在臺灣 受到這麼多人的功 這麼多人喜好 這麼多人的讚賞 在那個地方 誰離母 是 那個失落感 那個叫外患 所以長 這個一個多月來 他等於激壓激壓到最後 他用這種方式去 去做這種 他覺得很滿足的 所以我覺得 他八九歲的時候 應該這個 這個行為 一直發展到十八歲 十年之後 他還停留在這個階段 會員老師 我想請教你怎麼看這件事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幾年下來 美國真的飽受了這種 動不動 就有一個 也許心理上 也許精神上 也許情緒上 失控的人 拿著一把衝鋒槍 就到校園去掃射 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還談到說 在那個 拉州 那個賭城那邊 拉斯維加斯那邊 然後在高空上 拿著那個 半自動改成全自動的護膝 這樣掃掃掃掃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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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整個死整片 這樣子 難怪美國在這件事情上 會有這麼嚴重的反應 近來 美國發生多起 校園槍擊案 其中最受關注的 就是今年二月 一名被退學的十九歲男子 持槍進入佛羅里達州的 到格拉斯高中 打開殺戒 結果造成十七人死亡 外媒報導 嫌犯曾是學校學生 過去在學校 曾加入美國軍方的青少年 預備軍官團 喜愛研究槍支 行為也讓同學被趕威脅 最後遭小房退學 該起案件震撼全美 還激發反槍聲浪 但沒想到一個多月後 美國馬里蘭州的大米爾斯高中 也傳出槍響 一名十七歲學生 開槍射擊兩名同學 還和校警爆發槍戰 最後槍手重傷身亡 從今年一月到三月二十號 美國已經發生二十一起校園槍擊案 面對校園槍擊案層出不窮 佛州州長上個月率先簽署新法 提高佛州法定購槍年齡 從十八歲提高到二十一歲 以及允許教職員配槍等法條 但是立刻受到全國步槍協會控告 槍管新法違憲 槍支管制問題爭議多年 美國是否會因為校園槍擊案頻傳 而更加嚴格控管槍支 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佛妍老師我們來看看二零一八年 到現在也不過過了三個月 到第十個月還不到 已經發生了這麼多起 剛談二十幾起的校園槍擊案 包括北卡 包括德州肯達基 然後洛杉磯馬里蘭等等 然後特別是在二月時候 佛州那個槍擊案 其實是很害人聽聞的 在這個脈絡下 就很容易理解孫彈佐的事情 對美國人來講有多嚴重 所以是我們真的完全不了解 美國社會 我覺得剛才吳老師也提到 就是美國過去言論自由很重視 911之後他們通過一個愛國法 讓政府比較可以去查 你所有的一些隱私的東西 所以我這次現在看這個專案佐的事情 我就會想到說 專案佐到美國這段時間 他所有上網的紀錄 以後都會被翻出來 他所有跟朋友通信的 那大家就可以判斷說 到底他有沒有這個預謀 還是真的開玩笑 就是你可以從他怎麼樣去購買槍的 這種狀況 因為現在我不知道他是幾月生的 說剛滿十八歲嘛 那有沒有這些子彈 是在十八歲之前買的 這個就是非法了 那有很多這些東西還沒有釐清 但是因為現在美國是比較會擔心 包括美國為了反恐 他可以去查你喜歡上哪些網站 是不是喜歡看伊斯蘭的這個 極端主義的思想 他都可以去查了 所以現在這些背景都會慢慢查出來 那這些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人要去買槍跟買子彈 這兩個是完全兩碼事情 除非他今天已經有這個 是在鎖定的這個名單上面 這些嫌疑的人才會被這個 這個美國的國土安全來盯住 但是一般的就是 你如果沒有任何的紀錄 沒有前科 那基本上查不到 甚至如果你今天還有這種 精神上面的問題的話 那也不是說這個能夠查得到 因為也要那一方面的隱私也要保存 所以有些地方美國在這個隱私的問題 又有些又抓得很嚴 有些又抓得很放得很鬆 那我不知道孫安佐到了美國之後 他這個通信還有他購買這些槍枝的刷卡 這些紀錄 慢慢會不會大家都說 其實可能家長也知道 說不定 因為他可能自己還沒有這個 獨立的經濟能力 可能刷的卡還是父母親的卡 那應該大概就會知道嘛 是 不過這件事情大概 除非說接下來還有更多類似像是孫安佐被霸凌或什麼的 否則你很難現在去談到所有的種族歧視的問題 現在很難 因為他才到那邊一個月 但我認為我比較同意喔 就是他真的是喜歡這個東西 是然後到了一個開放可以自由購買的時候 你很希望能擁有你夢想的這些東西 讓你的這個整個設備喔 就我們講說 這是大人的玩具嘛 我們來看看喔 其實美國自己對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嚴正以待的 今年二月的時候一名十四歲十四歲而已喔 也是在那個應該是在臉書或推特上社群網站呢 說放了一把樂高積木組成的樂高喔 這個當然是假的嘛 樂高的AR15 就是孫安佐擁有的那些子彈的槍型 然後說明天不要去上學 然後呢被視為恐怖威脅 立刻逮捕 然後呢二零一一年十月呢 也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 光畫了一個朝別人開槍的鉛筆畫 畫畫而已喔 就被上手銬帶到警局 可是我請教一下校尾啦 我對於這個數字有一點 不太容易理解 我們來再來看看第一張手板 麻煩 就是這個子彈數啊 AK47被查到四百二十五發 AR15查到兩百九十五發 散彈槍的子彈是兩百二十五發 依照所有人的購物經驗 你不會去買一個叫做兩百九十五發子彈 要你可能就是買五百一千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AK AR15一分鐘就可以打掉八百發 所以他一次買一千買兩千 對我合法強制的人來講是很正常的 這個數字會不會很怪 其實以AR15來講好了 那AR15的包裝大概是三十發 三十發一條或二十發一條 也就是他一定是個整數的 所以從他這個數量來看的話對不對 他應該有一些已經打掉了 如果說你是以那個二十發一條的話 他可能買了這個十五 假設最低買了十五十五條 那也就是說他至少買了三百枚 或甚至於就是大概差不多是一個三百枚這樣一個數量 所以AR15代表他有一些已經拿去那個打掉 所以當然也就是說 他今天如果在美國 他如果說透過合法或是各種的這個方式 他去靶場去做這個設計的話 如果說今天他在未滿十八歲 那他十八歲的話未滿十八歲 其實像有些州也可以讓 就是說在有人借戶的情況下 讓他去那個進行設計 像比如說我們到像有些那個你到關島啊 到美國到那個夏威夷 你也可以就拿著錢直接花一百塊美金到一個靶場 然後那個靶場會有綁好的這個槍 讓你去體驗這個設計 所以就是說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在美國他本身槍支是合法的一個環境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台灣人一聽到哇 這個數量這麼多槍好像就會大驚小怪 因為我們長期以往會聽到這類新聞 可能就是今天警察抓到某個槍擊要犯 他手上有多少這樣的這個槍跟子彈 然後或者說走私多少這樣的槍跟子彈 但是美國我剛剛講 他是一個可以合法擁有槍的一個環境裡面 這樣的事情其實相對來說是蠻正常的 也就是說他買槍就好像你買車一樣 買子彈就好像你買輪胎一樣 所以那當然你說他買了這些槍 買了這些子彈以後去幹了些什麼 這個事情那當然你可能就要查說 他有沒有非法擁有或非法持有 或非法使用 這個東西在美國法律上 可能要去釐清這些問題 但整體來講就是說 因為那是一個合法擁有的一個環境 所以說實在你也比較難說 就由這樣的方式去讓他入罪 不過現在查出來 他是手槍一法 手槍反而是高年 就是要二十一歲才能有 因為美國人對手槍是非常敏感 因為他手槍是可以藏膩的 他自己組裝的也是違法 也是應該是違法 就是因為手槍是要藏膩的 是可以藏膩的 你今天帶的大槍 你不容易藏起來 你出去可能所有人都會看到 但是你手槍是藏膩 所以如果擁有這樣的手槍 有的時候是需要 真的是要有license 就是說你合法可以帶藏膩的手槍 這個是個很重要的 所以反而我認為這個比較重要 雖然是他拼的 但是是不是有執照能夠擁有這樣 反而是剛才問題比較大的 也的確就像林老師所說 出在這把手槍上 因為他手槍上面 他有一些那個他那個警長特別有強調 就是這一把手槍的那個沒有序號 也就是說他有可能是買了一個 那個黑式的這個零件 然後自己去加工 或者是從黑式就是非法管道 拿到一個已經加工好的零件 然後去那個組裝起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我們剛剛講 你在美國來說 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從網路上買到 比如說上面的這個滑套 然後下槍身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那個板機的 這個板機的這個組件 就是板機組件 這個你就一定必須要拿出身份證明 然後去進行合法的登記 然後才能夠購買 那但是呢 如果說他今天這把槍的這個板機組件 沒有序號 或說他本身這個序號是有問題的 這個時候這個東西 就的確可以讓他背上一條證明 所以律師現在看起來 孫大佐除了恐怖威脅罪 恐怕還會涉及到所謂的非法自由槍械 有可能 他現在就是說 可不可以要區別兩個情況 第一個是他這個槍是怎麼來的 第二個是他拿到這個槍之後 是怎麼用他 就是說第一個怎麼來的 剛剛有提 來賓有提到就是說 這種槍只要二十一歲才可以去合法購買 或者是合法的製造 他今天不買二十一歲 就製造這個槍枝是有違法的問題的 這第一個 但是若是說他主張說這個槍枝 其實是人家給他的 我只是放在我這邊保管 那我持有這個槍枝 持有的話十八歲OK的 我也沒有用他 所以這會 未來會是一個爭點 在賓州的法律上 就算你是留學生 台灣去美國的留學生 對 他在法律上的待遇 跟美國人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一樣 也是可以合法 只要取得遲照 就可以合法用槍枝 但如果是非法改造 那可能就是問題就大掉 這會過去曾經有留學生 因為這樣子被判了三年的徒刑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美國賓州的槍枝規範 他是要隱藏西架 就是短槍 藏的六塊這種 二十一歲才能夠擁有 公開持槍十八歲是合法 擁有槍枝 就不需要執照 可是你如果出去外面 帶著手槍放在身上 就要有許可證 合法可以買槍要二十一歲 因此孫安佐恐怕 還不到這個年齡 不過他買的是子彈 這恐怕又是不一樣 這手槍也是 他不知道是不是買的 他那個是自己改造 對 改造 合法買槍要長槍 是要十八歲 使用槍枝呢 如果你沒滿十八歲呢 只能在合法場地 而且還要有監護人在旁邊 轉讓這跟那個什麼房子一樣 然後爸媽可以轉給子女 配偶可以相互轉讓 可是一個最最最嚴重 也是現在所有美國人 一直在質疑的問題 為什麼任何一個人呢 他可以上網去店裡面 隨隨便便 就買了一把半自動 或全自動的合法槍械 然後他哪一天 他大哥心情不好 就隨便開槍掃射 動不動就要死掉幾十個人 我們來看看這幾年下來 美國反對槍枝的這個聲浪 是越來越大 美國可能會做出讓步嗎 美國佛州2月14號發生校園槍擊案 造成17人死亡 再度引爆民眾對於槍枝氾濫的怒火 3月24號 由五名槍擊案倖存學生發起的 為生命而走大遊行 獲得全球800個城市響應 其中在華府的主場 就湧盡超過80萬人參與 美國的新世代挺身而出 要透過這場革命 徹底改變美國的槍枝文化 3月14號就從維吉尼亞州出發 一路遊行到華府的小五學生瓦德勒 以及已故名權領袖金恩的9歲孫女 都發表撼動人心的演說 瓦德勒表示 要為被忽略的非裔女性受害者發聲 他還說自己跟一起來的朋友年紀雖小 但很清楚生命並不平等 也知道如何明辨是非 人們都說我太年輕了 我自己自己的想法 人們都說我一個無名的孫子 這不是真正的 我有一個夢想 足夠是足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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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歲 不過受到步槍協會 對國會的壓力影響 又改口 建議各州自行決定狗槍年齡 看來美國持續十多年的線槍辯論 仍卡在原地 那 鄧老師我們從犯罪心理學來看的話 會不會美國這麼這麼多的悲劇 最大的根源 就是他太容易取得槍線 對 我覺得我真的很信心 我從小到大 我生活在我的臺灣 臺灣真的是一個寶島 沒有這個永槍的一個世界 真的很感恩 那另外最主要 剛剛有講到說 那個這個其實叫做 Zero Tolerance 這個是屬於教育部負責的 那個 那個是用宣導 一個預防 如果隨便拿著 砰砰 我就停止 上學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三個月等等 類似這種情況 不等 或者是你現在有聲稱這個 這個威脅恐嚇 可能會被禁止 三個月不能上學 這個是教育部 他們所指示的 這個是等於一個教育的一個階段 但是到最後情況怎麼樣 那當然最主要 還是我們自己本身 要怎麼樣去玩槍 體驗 這每一個人都會有 那為什麼 有些人就是很 其實有人講 NRA National Rival Association 這個是那個3K黨 轉換過來的 其實他裡面永槍 戰成永槍的NRA的分子 幾乎都是白人 那個反永槍的團體 大部分都是黑人 這個很多人都一直不以為然 所以這個未來的趨勢 我相信美國 這個尤其川普 很喜歡做生意的 他也不希望他這個生意 就賣軍火嘛 美國從頭到尾都是賣軍火的 所以我不相信他因為這個案子 或還有更大的案子 他還會這樣子斷了 因為他壓力太大了 太多的那個利益團體 會給他施壓 所以我相信他未來走向 仍然還是要通過 說實在很難很難 不過我老師就是說 那對美國批評最多 就是說你所有的那些民意代表 官員都被這些軍火公司 所綁架等等的 可是國情真的很不一樣 對美國來講 他恐怕還牽涉到憲法層次的問題 憲法第二修正案呢 他是牽涉到說人民必須要有 所謂的武裝的能力 來對抗政府 所以人民要有持有 跟攜帶槍支的這個權利 是不可以被侵犯的 08年10年最高法院的判決是說呢 要保障個人擁槍的權利 可以基於合法目的來使用 譬如說自我防衛 政策上都是保障合法 擁有槍支的這些權利 而且要限制高風險族群取得槍支 可是一般合法取得必須要保障他的權利 聯邦法律也有限制一些 擁槍的法令 可是最近呢 特別是在一連串的悲劇之後呢 川普說要加強購槍背景的審查制度 可是呢你要說他完全反對槍支 這個政策他是做不下去的 為什麼 還是從那個1791年這個 那個權力法案的第二條這個講起 他這個時空背景是因為美國 剛從英國獨立 那美國人趕走了 趕走了英國人 那他們也會想說 我們靠的是什麼 美國獨立沒有聯邦的軍隊 那個時候他不是個國家 他是靠各州這些智慧隊 物核之中組成的 那他把英國趕走了以後 他們會怎麼想 因為各州的那個所謂的 現在叫國民兵這種東西 要不要維持 第二個要不要弄扭槍 所以這個是有國民兵跟勇槍 這個是連結在一起的 就是說他們認為 雖然他們趕走英國人 可是我們成立了全世界 第一個民主這個立憲的這個民主國家 來講的話 我們也害怕我們有一天 我們的總統也變成什麼 獨裁者 所以他們呼應那個洛克的田路人權 就是說當你一個不義政府的時候 我我可以我可以來對抗你 來抵抗你 那德國德國憲法的那個二十四條 抵抗權是宣誓性的 你如果真的有一個像西德國出來 那現在德國人有辦法去反抗他嗎 你沒有槍是什麼 所以美國人他有那個時代 被你認為說 我有國民兵 我有槍 如果有一個不義政權存在的話 我就可以拿槍來幹 但為了這個目標 為了這個理想 然後動輒要犧牲 這麼這麼多無辜的人 動不動就是有一個 那個精神中華問題去槍殺 這個是放在憲法裡面 要修憲 美國那個修憲比台灣困難多 他要參眾兩院三分之二 而且要各州議會全部通過 這個是不可能的 我印象中 美國曾經有把那個憲法條件廢掉 就是禁酒法 一九一八年的禁酒法 那那個禁酒法呢 他實施了 他也是在一種非常極高的 一種道德情操的情況之下 所出現的禁酒法 然後結果後來養成了黑幫 所以到一九三年年代才把他廢除 就那麼一次而已 那現在因為這個 那個是怎樣 那個是要從禁變不禁 比較容易 而且九是每個人 開放容易 對 可是這個是要有變沒有 我看困難度很高 所以呢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聯邦最高 你看槍支協會都打贏 目前看起來是贏 那而且這兩個 他們針對一個是 芝加哥 一個是哥倫比亞特區的 那個都實施超過三十年了 而且那個非常嚴 比我們現在講的更嚴 那個已經接近台灣目前的程度 就是說 永槍是禁止的 例外我才給你 那所以他都打贏了 那現在因為有這兩 判決的關係 所以各州各八八聯邦 他們只能盡量做什麼 做一種 我也不知道什麼 合比例的限制嗎 比方說以 上個月那個 佛羅里達州那個來講 他們剛才那個 也有秀出來 他們三月初 剛通過而已 那最主要就是說 永剛才不是在討論什麼 長槍短槍 什麼十八二十一的問題 他一律就 就提高到二十一了 我不管你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個審查期間 現在問題最大就是 這個審查期間 基本上你停一停 我就給你了 沒有什麼審查 尤其是網路這一塊 根本沒有什麼 所以各位如果我印象 幾年前那個挪威 不是有一個散熱嗎 那個也是網購的 不過尤老師這個會不會 對我們來講 外國人不太容易理解 你當時美國要脫離英國 獨立的時候 拿的民兵拿的那種槍呢 是要填塞火藥的 填填填填填填填 填填填填填開一槍 然後開完之後 還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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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在為了這個 當時的歷史脈絡 所以要讓人民 擁有對抗政府的力量 然後我們付出的代價 那是讓很多很多人呢 可以合法擁有 按了一下 就可以開七百發八百發的 這種全自動步槍 然後可以對無辜的人 掃塞 這怎麼說都說不過去啊 確實時空背景有很大的差異 那不僅就是說 是從英國獨立 而且美國鋼石 就是比較蠻荒時代 他們也覺得有的時候 在他們的農業這種荒涼的地方 還碰到會印第安人 他們要這個自衛嘛 或者說打獵也需要 所以這個槍的文化在美國很久 那另外剛才吳老師也提到 就說美國人對政府是不信任的 所以你說為什麼NRA反對 甚至這麼多 我們說那你買槍合法登記調查 他說登記了以後 政府就知道哪些人有槍了 那萬一政府今天要對付老百姓時候 他就是把這些人的槍 他說哪幾家有槍的 都可以找得出來 他就派更多人來把你的槍先收掉 所以NRA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不能讓政府 於所於求的知道誰有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假使今天真的全部都是要登記買槍的時候 那很多或者說限制買槍 美國NRA的說法就是說 那壞人都有槍 好人沒槍 好人有槍 才能夠嚇阻壞人 比如說美國今天 一般的這個搶劫犯 他到了這個社區 想搶槍 想搶這一家 可是他不知道 萬一喘個空門進去 被人家一槍掃射 這個是完全無罪的 你喘我空門 我一槍把你打死 是一點罪都沒有的 那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他有沒有槍 所以美國為什麼他們覺得說 他們要有槍 那現在如果要把這個廢掉 真的很難 為什麼美國的槍 比人海多 四億 那你如果說今天 那大家有些人 埋到後院 你怎麼知道在哪裡 了解 對不對 那以後就是變成壞人有槍了 好人沒槍了 所以這個是非常難處理的 不過這跟川普的邏輯也一樣 川普說 如果校園槍擊案那麼多 可是讓老師有槍 可是問題是 選擇做老師的 我不覺得他們一定喜歡帶槍 學生會情緒崩潰 難道老師情緒不會崩潰 這是第一個 老師有可能情緒崩潰 第二個 有可能學生去搶老師的槍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我自己的建議是說 以後請NRA派人去保護學校 因為你們那麼喜歡賣槍嘛 對不對 你們那麼喜歡賣槍 那你就應該去保護學校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 不過律師還是給孫南左 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建議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官司不外乎就兩條路嘛 一個是戰 一個是和 戰的話就是主張無罪 主張無罪 主張無罪 但是我覺得主張無罪大概幾個方向 你說不執責無罪 第二個可能是 十八歲了還不執責 對 第二個是就像該務老師講言論自由 但是若是要挑戰言論自由這條路的話 這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是 恐怕要達到最高法院才有可能 認罪協商 對另外一條路就是認罪協商 因為美國他是一個當事人主義的國家 就是說當在訴訟程序 包含刑事案件 被告方跟檢察官都可以進行協商 和解 簡單說就和解 我認罪 我承諾不再犯 我答應檢察官的一些條件 換取什麼 換取一個較輕的行動 以本案來說 因為確實是比較輕微 他只是在我們剛剛提到 預備 甚至預備更前面都有可能 他是一個只是一個口頭的一句話而已 若是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而且他年輕很輕嘛 我覺得認罪協商 對他應該是蠻有利的 對 而且他有外國人 所以 若是能夠爭取一個半年以下的 一個行動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 也是對他一個最好的結果 是不過下我再換個角度 就請教 在臺灣 在全世界都有很多軍事迷 就是以前在跟你一起跑國防的時候 你其實看到很多人 其實跑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也穿著迷彩裝去跑記者會 但你很難理解說 這一步的下一步 會是走向孫安走 那為什麼孫安走會走向那一步 我個人覺得 他跟軍事迷會有關聯嗎 其實說真的我這麼多年 也在這個圈子裡面 那個混過來 我會我個人認為 有些軍事迷他自己本身 就是真的是 變成一個宅男以後 他其實對社會本身的這個聯繫性 是比較弱的 也就是說他會過度於 那個沉溺在自己的那個世界裡面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個人覺得 家庭或周遭的這個環境 或師長或親友 其實對他來對這些人來講 就變得說非常重要 就是講你不能讓這一個人 覺得說小孩有這樣一個嗜好 有這樣一個喜好不錯 但是你如果說今天他萬一 下一步他走歪了怎麼辦 其實你看就像孫安走 他到了美國去 突然變成說 劉姥姥進了大官員 他變成說 到了一個完全可以自由去發展 他所想要買 或是做這些東西的這個環境以後 這個時候他其實可能會有一些 這樣一個偏差的行為 所以也就是說 當小孩有這樣的喜好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父母 其實要花更多的時間 或者說親朋友 要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他 或者說某種程度來說 要認同他 甚至於說需要導引他 也就是說導引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 你說像有些 你說搞到三四十歲 然後還弄得跟十二三歲 然後或者說就剛剛如老師所說的 那個他本身在很年輕的時候 對這個槍枝有興趣 然後就變成說沉溺在那樣的環境 或那樣的一個情境之中 這樣其實我個人覺得 對他日後 就是說成長以後 本身的人際關係 或甚至於社群關係來講 都會有一些負面上的一些影響 那你說像那些 有些古奇阿戰 自古奇阿戰 每個夢幻嘉賓都是驚奇 每次餐桌對話都是感動 製作小組再接再厲 分享更多人的生命故事 誰來晚餐全新遺季 為國內東南亞移工和新住民 開啟新聞之窗 三個時段三種無語 播放台灣在地 與國外發生的大小事 公視東南亞語新聞 野生動物界裡 不同領域的狩獵高手 弱弱強食逝者生存 用對方法才能活下去 十點全紀錄天生贏家系列 四月 鎖定公式就有好事 有機會多多支持藝文展演 著名攝影師麥可山下 引領大家重返十三世紀末 從東方到西方 展出媽祖繞境等系列作品 帶您感受大師鏡頭下的東方色彩 公視只有會員付15元郵票 可索取票券一張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參考公視網站或來電 0226332000專九 在島上 公視網站在北防衛 院士右 feed 好客red 旗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